国政承诺大选过后 每一这个60%的底下的人 不是500块了1200块 不过他同时呢 他也要执行货品消费税 就是说以后你买什么都要给6%的税 那左手你给他签二一年 右手你跟他讲你买什么都要筹税 本来为什么这些人要给他钱 因为他穷 因为他没有钱 3000块以下本来不用缴税的 现在你跟他讲 我给你签二我另外这边要抽税 那不是白讲的 我们讲不同 我们讲就是要改革制度 要减少蓬党 减少贪污 让蓬党少赚一点 让老百姓多赚一点 对这个是我们的政策 我们也认为说 环境的议题要放在这样的框架里面看 就是说这个国家政府不能够靠破坏环境 不能够靠破坏小市民的生活来去赚钱 这个国家如果政府要赚钱就是要靠所有的人越过越好 政府抽多税 政府从大家过得好 大家缴税 这样子政府有钱花才是对的 才是正途 这个国家有很多事情 我们讲安居乐业 国泰民安 很多事情很基本的 最后都做不好 我们为什么需要政府 为什么需要警察 就是需要政府跟警察 确保我们不会给人家打抢 很基本的嘛 你为什么要缴税 就是因为你怕给人家抢 这很基本 可是这个国家为什么越来越糟糕 治安越来越糟糕 治安越来越糟糕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警察搞政治 警察搞政治不是警察的错 是Hisham Moulin的错 所以有住在Sandbron的选民 一定要把它弄倒 马来西亚的警察的问题 没有让我们没有办法安居乐业 罪案有两个原因 刚刚我讲经济 就是因为 罪案很多时候 第一次发生的时候 是很多人因为吃不饱 饿不死 铤而走险的 所以经济最终是要做好 不能够让捧党赚到丸 要让底下的人做了工过后工资出头 确保他们有饭吃 确保他们做工的人不会觉得说做了工过后 他没有钱花 没有钱花最后挺而走险 这个是一个原因 但是马来西亚呢 跟新加坡 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贫富差距也是很大的 新加坡贫富差距也是很大的 这个也是新加坡质政党要面对的问题 但是新加坡的罪案不高 因为如果有人挺了而走险 第一次就中抓了 马来西亚是这样的 第一次可能是因为不够吃或者是妒忌啊 第二次是因为第一次没有被抓 所以继续中 所以第二次为什么没有被抓 因为警察没有空去抓 警察为什么没有空去抓 因为你们去Bersail 不记得了 709的时候 凡是穿黄色就是非法的 凡是大扫除穿黄衣的 就是要被抓的 我们的警察部队 有11万人 110千 这11万人里面 有5万个是做管理的 坐在警察局做管理的 有一万个是做后勤的logistic 2005年的时候 有一个皇家警察报告书已经讲了 这些很多后勤的 很多做管理的 做文员的 其实他们都不一定需要的 他们可以用 普通的民事的服务 我们其他公务员过生的 可以调去警察局跟你报案 那些会拿枪的 要出去拿枪 要出去维持公共持续 要去巡逻 这个还是一个问题 我们还有 我们只有9000多个警察 是做刑事调查的 9000多个警察里面呢 又只有2000多个 是真正可以做 查案官的 可是我们9000多个 做刑事调查的 查罪案的 他们做得很辛苦的 我是很同情警察的 别的国家 一个查案官 一个月查5个案 马来西亚的查案官 一个月查20个案 怎么样查 如果你查5个案 通常罪犯 他不是犯一个案的 他犯很多个案的 如果你好好查 查到一个 你就破5个案 可是现在没有时间查 为什么 因为还有6000个警察 去了做政治部 政治部是什么呢 政治部以前查共产党 还有在居然查劳工党了 现在查行动党 还有3000个警察是做什么呢 3000个警察是 叫做红头兵 联邦后备队 你去Berset就拿水枪来打你 还有 13000个警察 叫做野战部队 或者普通行动部队 以前 打共产党 现在大部分 在森林里面 不懂打什么 我在2010年 呼噜斯兰沃补选的时候 当时候我们补选 草野的议员都有去 我就在那个 等补选的过程当中 等那个提名的过程当中 跟Hisham Mutin谈了半个小时 我就跟他讲说 你这样 这个警察应该这样子调 因为要按照2005年的 皇家委员会报告书来调 我说你这样子调的话 你也帮助很多人 你可以减少罪案 他讲 Hisham Mutin Tung I'm only here for I'm just here for about a year Give me more time Give me a bit more time 2010年3月 现在2013年4月了咯 做了什么 警察局建了很多间啦 因为马来西亚的 这个利益诉讼都是靠建大楼来的嘛 大楼建了很多啦 新的警察总部到处都是啦 但是真正 马来西亚人面对的问题 罪案的问题 毫无成绩 越做越烂 今晚安 人有点